好像没问题 切到点模式 一转移 这里为什么会看到点 照理说不应该有 那仔细往前面看 这里多了一个点 那这个东西其实 你不见得在这时候可以检查 不见得一定要这样看 有一个工具在这个地方 叫Xview Xview 这里呢用来检查什么 比方说有没有独立的点 浮在空中 他说没有 那 有没有 看一下T vertex T形的点 有两个 就是这种点 这个 这个结构T形的点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接受 那或者有没有 open face open edge 破掉的 有没有模型 有没有破掉的地方 这个开口就是破掉的地方 这就没有问题 这个可以不管它 这是 它在设定的时候呢 本来就会有这种 几个 我们在做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可以用这几个选项去 检查 那不用的时候 只要把它关掉 Xview就会关掉 它会在这出现一个绿色的字 如果你有启动的话 那像这个是已经很明显有问题的 倒退空白键清掉 好 那模型就干净了 好 那剩下呢 还有就是刚刚那些 我说 它还是比我的模型大一点点的 用sub selection 稍微 的 调一下下 稍微调一下下 不顺的点 看起来就是不顺的点 再调回来一点 好 还有这边也是 通常是找最突的那个位置 往内拉 就会均衡的过去 好 那 然后拉太多了 如果有一些调的太进去了 那再 出来一点点 好 这边还不够进去 好 所以 我现在得到一个这样子结构 然后这是鞋底也已经有了 那还有鞋跟没做 好 那鞋跟你去看一下 大约要做到哪里 好 大约要做到哪里 这上面的纹路 纹路不要在这里做 好 纹路不要在这里做 呃 其实纹路我也不会在 也不用在 Mapas里面调 为什么 因为这纹路太明显是一个模型 太明显的是一个模型 黏上去的 那 这个东西其实你是可以在Mass里面建模型 直接黏上去 你用不着去 雕这种怪样子 要雕的是上面这种小的 好 然后这个缝线 要雕的东西是那种东西 而不是 呃 浮在空中的零件 就是他如果是单独的零件 就不需要特别为他做处理 鞋跟 大概要这些区域 好 检查一下有没有选错面 有没有选错 选到不该选的 然后我们的范围够不够 我好像多选了一点点 太前面了 应该没有到 那么长 对 我选太前面了 所以这条不要 好 大概这里就够了 好 那 鞋跟 不要直接一触 因为他其实 是另一个零件 看鞋跟的结构 有的是一体成型的 看一下 像这个是分离的 好 这个 这种旧一点 鞋跟其实是另一个零件 鞋跟其实是另一个 那这个是一体的 好 那 这时候你需要思考一下 你要做哪一种 好 就是你要做的时候要想一下 我现在是要做一体成型底 还是要做分离的底 那这会影响到你后面的 需求 好 那我们简化一点 一体 看一下侧面 我想要知道 长度对不对 不够 好 他的长度有问题 现在他这长度有问题 我刚刚所选的面 他会被 拿掉 看一下 差不多 然后鞋底要平了 所以 Megplanner 这个画面 如果是这个画面 是Y 看一下 Z 世界坐标 对Z 对Z 对齐 看一下 有没有到这 还没到 还可以再长一点点 差不多 OK 好 那剩下呢 可以用缩放调整 稍微调一下 稍微调一下 但是 因为我们要雕塑的需求 所以这一圈需要做一下Ring 当然你刚刚出的时候分好几次就可以了 Ring 再做一次Connect 网格 网格是均等的 好 我好像把它拉太平了 因为鞋跟应该 鞋子应该有点圆圆的 对 拉太平了 好 那这个可以再调整 这是可以 简单的再调一下就好了 OK 比较自然一点 好 你要把它做得很平很平也行 我只想说应该让它 稍微跟真实的鞋子一样 比较自然一些些 那这个 这里转角太硬了 要人工再修一下好 好 所以现在得到一个 把它隔离起来 大概有鞋子的形状 好 那 至于鞋子的厚度 厚度 厚度是透过Share去做 像这种结构 厚度就一定是Share sh 好 然后向内 这样子 就会有厚度 那边缘你要不要做一些什么处理 可以 只是我们现在还不需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我只要一个 鞋子的样子的东西 用来可以进到 其他的工具里面处理就好了 那我会把这个档案 存到Model给同学